好 亮哥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要请亮哥谈一下这个华为 华为在路上了 华为这个亮点 9月25号有没有 孟晚舟回归两周年的时候 有一个重磅的 另外一个新品的发布会 据说又是一个新品的王炸 有七个产品 对 MedPad Pro 很大 13.2寸 那是大型的 对 大型的 那它是全世界第一款 新闪的产品 同时是麒麟也是9000S 那也有的说 可能说不定是更高阶的 目前不知道 那到目前为止 Mate60系列已经全线缺货了 然后它的这个上调 已经到了这个2000万 这个60加要出来了 对 60加 加就是大型大支的 那你怎么看待 现在这个第一款的新闪产品 新闪我们之前讨论过 新闪产品好像它叫FreeBuds 耳机 这个我是蛮想卖的 我真的想试一下 什么叫做没有词炎的耳机 完全没有研究 事实上它的新闪 它本来取名要叫绿芽 对最早叫绿芽 就有别于蓝芽这样 不要他用蓝芽 后来就说实际上 是不是太刺激了这样 所以后来改成Mearlink 它这一款我认为就是 它的通讯专长延伸的产品 这个坦白讲跟手机没有关系 它是为了要物联嘛 那物联就要有非常低的延迟嘛 尤其是自动驾驶 我认为它是为了自动驾驶 研发出来的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除了5G之外 还要零延迟啊 你差0.1毫秒你就撞上了 对不对 所以它那个精准度就要非常高 它不是为了手机研发的 可是它就是把还是很有善意的 把它放到手机里面这样 那就意味着未来坦白说 就是这个手机就是跟着个人 那事实上它要塑造的一个 是一个物联网的整个生态系 就是说手机是个人 然后你就会进入你的车子 那车子就是它的智能平台 然后你车子就可以跟你家里面的 全部相关的数位通讯的产品 可以连接 然后又可以连接你企业 然后还有你的整个环境 因为中国大陆未来的环境 一定充满各种感知器 包括交通系统很多系统 所以你几乎就是 你个人还没有在车里面的时候 就可以遥控很多事情 那上了车 那更是全面都是智能的电脑 因为新闪连接的那个装置的数量 大幅暴增嘛 对不对 新闪本来它设计 就是可以连接4000个点 对啊 4000个点啊 所以一定是物联网的设计 手机不会这样设计 它是怎样 它就改变了一个大家对手机 或是对于PAT的 不是手机啦 你不要把华为理解为手机公司 太小看它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就期待那个孟晚舟的演讲 他演讲一定会讲得比较精确 那现在只能够用我这个粗浅的概念 我就叫做是一个 这个无线通讯连结的一个智能系统 智能系统 那包括卫星电话 就是它基本上是在创造一个 物联人联的整个系统 大家记不记得当初互联网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讲到一个很宏大的口号 万物相连 但现在好像真的落实 真的实践了 对因为这个真的能够落实的 就是通讯厂商 对通讯 一定要做5G啦 那才能够从5G延伸出所有连的 那个连结的那个科技嘛 所以从上游到下游 所以亮哥讲说 所以必然是它做出来 而不是苹果嘛 你已经不需要手机 你应该是希望派的在路上了吧 事实上我坦白讲 我买过一台13寸的笔电 那华为的 不不 我那个时候是买苹果的 不过我坦白讲 连我男生都觉得膝带太大 那那个大概就是放在家里居多了 对 那可是华为也要挑战这个13寸的产品 它事实上这次还有另外一支产品 听说是用法拉利的架构 然后做成了那个MAT60 法拉利的架构 就是外装啦 我们以前不是有一部电脑 就做成那个 我记得是ASUS吧 做过法拉利的外表 就它有一支手机是 因为它有七个产品要发布嘛 其中有一支手机就是 跟一个很有名的车子做连结 做成那个品牌的造型 就等于是双品牌合成一个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问界 那个M7的汽车 那已经被确认了 它是用14纳米做的 那我们知道一般汽车的晶片 是28纳米 那华为这个汽车就是做14纳米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且因为汽车没有像手机量那么大 所以这个都是它自己做的 对 但华为手机不只是手机啦 你光看它的代言人的规格 对不对 有雷蒙多 有委内瑞拉总统 对不对 还有越南总理 对不对 9月16号这个越南总理 这个泛民政到广西嘛 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 在期间很特别 他特别去见了一个华为的高级副总裁 做出了高度评价 那对比之前 一个礼拜前拜登才刚来 所以大家说拜登是白来了 但很有趣 大陆微信公众号注意到一个细节 堂堂越南总理 只见到一个华为副总裁 感觉上就华为其他高级主管呢 可能很忙啊 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泛民政 真的是很有诚意啊 不知小节 就是副总裁我也见 我好是急着跟他要一只手机 不怕被美国牵听 这个很重要 我讲白了 那个马杜罗就两三年来 都是用大陆的手机 他说他上一只也是华为 对 不然他早就被暗杀了 对 这个就是现实状况 他离美国那么近 对不对 然后这个泛民政 难道不知道美国人的厉害吗 越南 越南跟美国打过照 那你看i15才刚刚发布 人家泛民政就做这个动作 这有生意吗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私下 送个手机给他 这难免吧 一定有吧 怎么可能没有 是啊 对不对 事实上华为手机 应该是说大陆的手机在东南亚 本来就卖得不错了 鸿蒙系统是有进入东南亚的 虽然说他没有用安卓 在欧洲市场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可是东南亚是很多人用的 因为东南亚有很多华人 那他们一天到晚跑大陆 这可不可以算是一个 因为今天当然大陆很多媒体 做一些比较大的衍生 算不算是越南借着华为 对中国表态 或是告诉美国一些事情 我跟你讲 如果越南要接受5G 那这个是一个天大的突破 华为5G 因为它本来就有点敏感 它没有表态 最近是因为有一个国家 做了重大表态 那个国家叫巴西 巴西要让华为通讯 那听说整个订单高达 1500亿美元 这当然是分好几年来盖 那这个当然 可能就要期待鲁拉能够连任这样 那这个对美国是很大的shock 因为就在它下面 就是蓝美洲最大的国家 它要接受华为通讯 那我们知道 沙特阿拉伯已经被判了嘛 那阿联酋是第一个被判 那如果说越南也做这个表态 那这个表态可大了 就是等于 那大概中南半岛 大概没有人反对华为5G进场了 因为越南是唯一比较有顾虑的 可是因为越南跟别的国家 合作的过程 我坦白说 如果是北欧那两个国家 都很贵 那另外一个是跟日本的新干线合作 给你搞到2040 拖很久 所以很不顺 然后眼看着人家中老铁路通车 然后曼谷现在突兴回来了 那肯定会把它拉到曼谷嘛 那下面那个马来西亚到曼谷那一段 那现在又是安华执政 也跟中国关系很好啊 那安华从吉隆坡再拉到新加坡 这次大概也搞定了 我认为越南一定会看到这个形势啦 就到最后你不用中国的规格还真不行 你说如果铁路都拉起来了 所以拜登这趟效果也还好 也不太大 15亿美元投资半导体 这是什么规格啊 是啊 对不对 显然是试点啊 而且我问了一个半导体的朋友 他说这个就是做封测 不是做晶圆制造 他说他大概 他认为越南的水平最多做到封测 那这个钱就差不多嘛 对啊 就这样了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tfu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可幸福度尾代码 静谷 快点购健康